为什么高晓松说罗大佑总是音不准,却仍是华语流行音乐第一人? 为什么高晓松说罗大佑总是音不准,却仍是华语流行音乐第一人? 节气与地气并存的高晓松,如今出现在大众事业时,总是又像诗人又像商人,他一把折扇讲着历史、哲学、艺术乃至商业法则,言语中透露着对世事的洞悉与放下 殊不知,往前数二十年,人们认识高晓松,还是因为他那放纵不羁的音乐青年形象 1991年,从清华辗转到下大的高晓松,续着长发创作了一首《同桌的你》,一经发行瞬间成为继罗大佑童年之后蜂蜜校园的流行音乐 多少懵懂激动的青春情怀,在历经沉寂之后又一次被悄悄点燃 于是,常有人将《同桌的你》与童年并列为华语乐坛最好的青春之歌,高晓松和罗大佑之间的奇妙连接也就此烙涅在人们心中 但这并不只是巧合,高晓松和罗大佑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失意有的关系 1969年出生的高晓松与1954年出生的罗大佑之间差着15岁的距离 1980年同年横空出世时,高晓松恰好步入青春期 第一,罗大佑就此象气质般指引着他迈向音乐创作,也在他心里种上了流行音乐的种子 你是我的神,高晓松疯狂揣摩罗大佑创作技法 后来,高晓松在《余阳野史》第四卷中,专门创作了一篇文章 以抒发对罗大佑的崇敬之情 文中,他不仅直言不讳地表达道 大佑哥,你是我的神 还讲述了诸多当年受罗大佑歌曲启蒙的细节 例如,在其另一首传唱度极高的歌曲《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中 有一句歌词是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 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能擦去 当时,这个兄弟在宿舍墙上刻下的字,就是罗大佑的歌词 正是因为对罗大佑疯狂的迷恋与崇拜 高晓松对罗大佑作品的研究也达到了所谓筹金波谷的程度 《光阴的故事》里的三段式写法 沉默地表示以长剧抛弃俗套的押韵 假之用回文创作整个副歌部分 对于这些常人只能一会地迂回婉转 高晓松都细细拆解而后反复咀嚼 最终发出局势无双和华语乐坛第一人的会叹 来赞赏罗大佑的创作功底 就算对平音不准,他依然值得赞颂千篇 赞赏归赞赏,但也守不住的高晓松 还曾说过这样一句大意不到的话 罗大佑自己唱的那些歌 每一首一定有一两个地方音是不准的 看似直言大神的坏话 其实是基于对罗大佑神级地位的另一种领悟 高晓松在解释中补充道 尽管有音不准的情况 但是又觉察不出罗大佑有什么问题 他自己写的歌 唱起来总是与歌曲完美契合 在华语乐坛 在华语乐坛,如此神话罗大佑的还远不止高晓松艺人 作为石破天惊型歌手 罗大佑对许多创作者的影响难以估计 琪琴说,从罗大佑的歌中 我学到的是唱歌要真实,贴近生活真的很重要 周杰伦说,我的目标就是像罗大佑一样成为一个时代的音乐教父 就连几乎同一个时代的崔健 都称他是像鲍伯迪伦一样的歌手 会永远讨论他的音乐 曾为他彻夜高歌 一场演唱会成立全人的狂欢 这些后来在华语乐坛锋芒毕露的人 面对罗大佑时的谦卑尊敬 总是容易让每个普通歌迷联想起 曾为罗大佑疯狂不已的自己 就连高晓松也回忆过自己作为一个普通歌迷 曾狂追偶像罗大佑的故事 2000年,罗大佑第一次在上海开演唱会 当时从北京包机,包火车而来的歌迷有近万人之多 人们在火车上彻夜唱着罗大佑的歌曲 高晓松就是其中一个 我到上海后 提前来到了体育场门口 就站在门口等 我想今天我一定能遇见很多 原来觉得终生不会再见到的人 在人海里我一定能遇见 于是,我就站在门口等 果然一会儿看见一个师兄 一会儿看见一个师弟 一会儿看见一个以前上海的好朋友 大家都三十多岁了 但怀着同样的期待 一个个夹着小包全都来到了演唱会的现场 那晚的演唱会 没有人报幕 没有主持人 也没有灯光 甚至没有前奏 黑暗中罗大佑 只是用一首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开场 听众便瞬间沸腾 当时 我旁边坐的是老郎和老郎的媳妇 后边是央视舞套那些足球解说员 都是跟我差不多年龄的 演唱会到高潮的时候全场哭作一团 高晓松回忆起来 依然激动 那些抱头痛哭的回忆 如今终于可再次拾起 那样听演唱会 听到抱头痛哭的时光 也许如同青春一样一去不复返 我们也无法如高晓松一样 在后来的日子里还能和罗大佑对酒当歌 品味人生几何 但幸好 在能亲耳聆听的今天 我们总还有机会 去寻觅当年悸动与心碎的感觉 罗大佑当年离家的年轻人 2018学会演唱会 广州站启动 6月23日 罗大佑当年离家的年轻人 巡回演唱会 将抵达广州保能国际体育演艺中心 曾让几代人热血沸腾的声音 将响彻扬成 以绝强 柔软 荡气回肠的曲调 再一次将你拉回记忆深处